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153公分女孩的春夏穿搭 今天要分享的單品呢 都是奶茶色系的色調 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 卻又不失憂 平常偏向簡單穿搭的我 也喜歡運用一些小配件來增加整體穿搭的完整度 第一套就完成啦 第一套的名是 今日一起去美術館 卡其色的棉質洋裝 再加上他袖口細節的設計 腰間的綁帶呢更是增加了這個造型的可變度 顏值呢設計呢更是讓他分量加重 唯一感upup 這一套所用的是 Sensor Slay的方巾 KBF的卡其色洋裝 再加上我自己的黑姑娘玻璃鞋 不搭配腰帶也能穿出另一種的日系寬鬆感 那我們就看一下下一套 搭配的是一個V0的上衣 再加上一個光澤的雲尾裙 再加上淘寶的米白靴子 日系穿搭呢通常裙長都會比較長 我們喜歡蓋住腳踝 讓人不知道你的腿到底在哪裡 配上的是Loris Frum的小包包 第二套就完成啦 上衣V0的設計 加上裙子的光澤亮面 讓整套穿搭的質感瞬間提升 下半身是KBF的雜染印花光澤裙 下白慘壯的設計 再加上腰部的風景 對小個子實在是太友好啦 扎起頭髮呢 讓整體的視覺感覺更清爽 V0真是顯瘦王道 第三套介紹的是 從去年流行到現在的透風襯衫 它是輕透的材質呢 讓夏天穿起來也完全不會熱 然後它前長後短的設計呢 讓你的腰線看起來更高 小個子的毛 盡量都會把衣服紮到裙子或褲子裡 這樣會讓上身的鼻翼看起來比較短 下身的鼻翼這樣看起來就比較長啦 這一套很適合通勤穿搭喔 除此之外啊提高知性度的方法還有 戴耳環 跟綁頭髮 裙子肉質份量比較重的話 我習慣把頭髮會綁起來 這樣看起來整體的穿搭會更清爽 不知道你喜歡哪一個呢 平常我喜歡戴很多首飾 像是今年很流行的透明戒指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從去年流行到現在 多層次穿搭必備的漁網單瓶 在2020年日本就有很多女生 喜歡運用這個元素 不管是上衣或是連衣裙 除了經典的米色之外呢 還有當然不能錯過奶茶色囉 這間下擺開洽的設計呢 讓你能露出裡面光澤裙 是不是超美 夏天呢如果太熱的話 我就會綁起包包頭 這時候是不是覺得脖子少了點什麼 沒錯我就會搭上絲巾的配備 加上很浮誇的耳環 是不是覺得整體的穿搭又豐富了一點呢 那我們就看一下最後一套 少不了的是我最喜歡的奶茶色熊熊襪 現在有在我的日系選物店販賣喔 搭配上的是我在日本留學時 好不容易才搶到的限量converse奶茶色 小個子的我常常覺得褲子太長的話呢 就會直接把褲腳換折也有一種休閒感 搭配上的是Castane的漁網外搭衫 背後的設計呢是可愛的蝴蝶結 穿起來是這種感覺 觀眾的風格是不是穿出另一種日系風味呢 我個人覺得這一套屬的比較俏皮 有點男孩風 你們覺得呢 好啦 以下就是我的五套奶茶色系穿搭 你最喜歡哪一套呢 快在留言下方告訴我吧 好啦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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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要是很緊張的 溫度 很純粹 對 沒生氣 對 你 沒生氣 沒有生氣